你知道為什麼人離世之後是去西方極樂世界 而不是去東方、南方或是其他世界嗎? 我們在上一集提到了關於阿彌陀佛信仰 那麼在阿彌陀佛信仰的時候呢 我們並不是從大家比較熟悉的 念誦阿彌陀佛名號這個角度開始 我們是從阿彌陀佛信仰的根本 也就是所謂的觀佛、念佛與見佛 三個步驟來跟大家分享 所謂的觀佛或念佛呢 是在阿彌陀佛信仰裡面比較早期的一種模式 也就是透過想像或者說透過記得 阿彌陀佛在做什麼 祂所在的位置、祂所在的世界、祂的光明 祂的世界有什麼樣的狀況等等等等 這些方式來去意念 或者在佛教術語稱之為存念 或者說去記得阿彌陀佛 這一系列是在我們上一集影片聊到的 那麼今天呢我們則要循著這個節奏往下談 就是大家更熟悉的所謂 稱名念佛的方式 什麼叫稱名念佛 稱名念佛的意思就是透過稱呼他的名字 念誦阿彌陀佛 或是拿摩阿彌陀佛 這四個字或六個字的 單純用嘴巴念誦 這樣子的信仰在現在的漢傳佛教 或者說在華人世界的佛教中 是特別常見的 那麼這樣子的修行方式是怎麼樣變成主流的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分享的內容 如果以佛教歷史來看 漢傳佛教歷史上呢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人物 他們對於阿彌陀佛信仰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貢獻 第一個特別有名的角色就是 廬山慧遠 或者叫做廬山慧遠大師 他是公元四世紀的一個高僧 出生於魏晉南北朝時期 如果你了解歷史的話就會知道 那個時候是天下大亂的時候 慧遠大師住在廬山 所以被稱為廬山慧遠 他的老師呢 是當時東晉非常有名的一個高僧 叫道安 我個人就是道安大師的狂奔 題外話道安大師他不是阿彌陀佛信仰的追隨者 他個人比較喜歡的是兜率內院 就是彌勒菩薩的世界 如果你對彌勒菩薩的故事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我們之前講彌勒菩薩的那一集 道安大師在當時的漢傳佛教 或者說當時的佛教呢 可以說是教王呢 就是整個佛教的領袖 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當然是因為他這個智慧過人 他有一個綽號叫做彌天式道安 這個彌就是蓋住的意思 所以彌天式道安指的是說 道安他的智慧能夠與天同等 能夠把天給蓋住了 然後第二個呢 道安大師 他是當時被稱之為東方聖人 與同一時代來自現在的新疆 也就是古代的秋辭地方的 最有名的翻譯家 鳩摩羅史 兩個是平行的 一個是東方聖人 一個是西方聖人 那第三個 道安大師他非常非常有遠見 什麼叫有遠見呢 他那個年代佛教才剛剛開始萌芽 很多的佛經是剛剛從印度 甚至於新疆那個地方 帶到中國來 然而在這些佛經 還沒有完整翻譯的情況之下 道安大師他就對於未來會翻譯的佛經 應該會有哪些走向 有非常清楚的智慧與認知 舉個最典型的例子來說 現代的所有的漢傳佛教的出家人 他都會有姓氏嘛 就像我姓熊 一般人的姓氏嘛 那出家人姓什麼呢 出家人姓氏 釋迦牟尼佛的氏 這樣子的一個規矩 就是道安大師當時定下的 當時他在沒有任何佛經 支持的情況之下 他就有這種強烈的一種預感 佛弟子們 出家人應該要姓氏 後來翻譯的佛經 果然證明他的這個想法 叫做一統式姓氏 就是說所有的出家人 無論你在家的時候來自什麼家族 出家之後都進入了釋迦牟尼這個家族 道安大師的故事說不完啦 總之呢 你就聽我這樣講 就知道我是非常非常喜歡他的 慧遠就是道安大師的一個重要弟子 那麼當然道安大師在歷史上 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就是 他同時向他當時所服務的君主說 一定要從西方邀請揪摩羅斯來到中國 揪摩羅斯是中國佛教翻譯史上的 四大義經家之一 甚至我個人認為是四大義經家之首 他被稱之為七佛義士 什麼叫七佛義士 不但他在現在釋迦牟尼佛的這個時代 作為特別傑出的義經家 在過去每一尊佛的時代 他都作為特別傑出的義經家 反正就是翻譯王之罪啦 所有翻譯家裡面最厲害的這個角色 揪摩羅斯來到中國之後呢 非常不幸的 他沒有跟道安本人親自見到面 本來道安是很希望可以見到他一面 但是因為當時的戰火 還有當時的一些原因 揪摩羅斯來到中國的時候 道安大師已經圓己了 然而道安大師的弟子們 特別是道安大師的傳人們 他們全部都知道 揪摩羅斯是一個偉大的大師 所以很多人呢 就持續的去跟揪摩羅斯學習 在現存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 揪摩羅斯大義裡面 就可以看到有一段 惠元跟揪摩羅斯的對話的問答錄 在這個問答錄裡面呢 惠元就向揪摩羅斯學習了 透過觀想 我們之前講的觀佛來念佛的方式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在歷史上 大部分的人提到惠元 我們都知道惠元有一個叫做 結社念佛的貢獻 換句話說 這個結社就很像是 這個民間的一個黨派這樣 他就跟著一群知識分子一起 然後呢在這個佛像面前 貶香天地會有沒有 加入天地會不是要拜嗎 天地君親師 如果有為此事的話 三刀六洞有沒有 就像這樣惠元呢 跟他的這一群知識分子的朋友們 一起在佛像面前發願跟祈禱 說我們一起結成一個惠摩 叫念佛摩 我們就是希望念 拿摩阿彌陀佛 這是在傳統的漢傳佛教的歷史上 我們都知道的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當時惠元結社所念的 不是透過稱名字來念佛 而是透過觀想的方式來念佛 佛教的歷史上呢 有一部叫觀無量壽經 則是針對這個 提出了16個步驟的觀想方式 所以叫十六觀經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可以專門一集來講 這個十六觀經 所以惠元當時結社念佛 他念的方式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 這種用嘴巴念的這種念 而是用冥想跟觀想的方式 並且對於觀想念佛 提出了明確的修行指標 所以用白話來講 當時只有高知識分子 以及比較嚴格能夠自我要求 自律的人有辦法加入這個 結社念佛的系列 當時他所念佛的方式 就是根據我們之前影片談到的 用的是波舟三昧經的 殘觀的念佛方式 在一天可能花四次或六次的時間 來去冥想阿彌陀佛的形象 跟阿彌陀佛的樣子 然而你可以發現 惠元的這種念佛方式 跟我們現在知道的 念佛方式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這種稱名 透過念誦名號來念佛的方式 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 變成變為主流的呢 這個就不得不提到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代晚一點點 大概在五世紀出現的一個大師 叫做彈鸾 東魏的孝敬帝稱呼他為神鸾 梁武帝稱他為肉身菩薩 彈鸾呢 就是我們現在稱名念佛的 這一個方法 重要推廣者 那當然他不是自己去創造的 他根據的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是龍術菩薩的十柱皮婆沙論所寫的 什麼叫十柱皮婆沙論 這個是來自到 之前我們在講菩薩修行的時候 有提到所謂的華顏經 那華顏經提到了 菩薩的修行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現在的學者考證 華顏經這個系統 它最原始的樣態 是一部叫做十地經的經典 然後在這個十地經的經典 就講到說 菩薩的修行雖然有很多 但是他有一個 按部就班修行的順序 那麼針對這個十地經的 這部經典去進行的註解 就叫做十柱皮婆沙論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為 它是菩薩修行的最早指南 這個是由傳說 由龍術菩薩親自所寫的 龍術菩薩在十柱皮婆沙論 裡面有一品叫做異形品 簡單來說就是潔淨啦 潔淨品 在這個異形品裡面 它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而這個觀念的原型 經過痰亂的改造 變成了我們現在 所謂的稱名念佛的基礎 我們要先回到十柱皮婆沙論 或者說十地經那個時候 所謂修菩薩的這種人 他們內心最關注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有學習大乘佛教 或者說你所謂的菩薩的話 你就會知道 這個大乘佛教 它最害怕的一個東西叫退轉 什麼叫退轉呢 就是放棄 因為相較於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 就追求個人的解脫 這輩子就可以完成 大乘佛教它的方法很多 它比較彈性 但相對的它的時間比較長 如果你看過我們之前的影片你就知道 大乘佛教的修行方法 跟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的一個明確差異 就是大乘佛教適用時間換取空間 原始佛教它所追求的這個解脫 可能是在十個輩子裡面會完成 但是大乘佛教的追求解脫呢 那就不是十輩子百輩子的事情 有時候是幾千輩子才有辦法完成 然而因此它對於 每一輩子每一輩子的修行 就沒有那麼嚴格 原始佛教就嚴格一點 那麼正是因為大乘佛教的方法 沒有那麼嚴格 它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我要用什麼指標去觀察 我是在修行的道路上 還是我只是假名為修行 其實我就是在耍廢機去輪迴 那就會提到了一個叫做菩提心的觀念 就是說我希望我可以覺悟的這個念頭 然而這個念頭走著走著 就很有可能放棄嘛 就像我們現代人的創業 可能一開始有雄心壯志 一聽到開一個公司需要三百萬資本額 你可能就想說算了 我三年後再來吧 對吧 我們現代人在面臨這麼小的事情上面 我們都很有可能放棄了 那麼何況對於這個更遠大的目標 我們當然很有可能放棄 而放棄這個事情 在大乘佛教的術語就稱之為退轉 大乘佛教的修行 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要退轉 我要怎麼樣的情況之下才能不退轉 十足彼婆沙論裡面 龍樹菩薩講了不少的方式 來讓人達到不退轉的方法 所謂的不退轉就是 當你到了這個地方以後 那麼你永遠就會有這個菩提心 而當你永遠有這個菩提心 那你不論做什麼 都會順利的走在修行的道路之上 換句話說它可以設這個合格的入場卷 可以這樣子理解 那麼十足彼婆沙論的疫情品裡面 就有一段話在解釋怎麼到不退轉 它說 或有以性方便疫行即至阿維悅智者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維悅智地 成就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者 應當念世十方諸佛稱其名號 阿維悅智就是不退轉的意思 在這個地方他提到 有些人呢 可以透過於某些獨特的信心技巧 很快就到了不退轉的這個地方 如果有菩薩想要這輩子 就到了不退轉的地方 那麼因此終究未來得到無上證據 也就是成佛的話就要念十方諸佛 並且稱其名號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關鍵的 它的方法是念誦佛的名號 不限於阿彌陀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它追求的是此身 也就是這輩子 到達什麼結果呢 到達不退轉的地方 所以三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念誦十方佛的名號 而不限於阿彌陀佛 而是此身能夠到達不退轉的地方 這個不退轉的地方不是一個地點嗎 就是你的不退轉的境界嗎 你的菩提心在不會退失了 從這個對話裡面其實你完全看不出來 要念誦阿彌陀佛 來在死的時候 前往極樂世界 你根本看不出來這個賣品 他們是沒有因果關係的 然而彈鸾呢 就根據疫情品的這段話 結合另外一部重要的經典 塑造出了他的這個念佛 往生鏡頭的觀念 而這部經典就叫做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喔 是認識阿彌陀佛的一個重要的經典 那這個無量壽經 就是講阿彌陀佛的故事 講說他過去是曾經作為一個出家人 叫法上比丘 然後他在觀察了十方世界之後 然後覺得每一個世界每一個佛的宇宙都不夠好 我自己想要做一個最好的這種雄心壽智嘛 所以最後呢就創建了這個西方極樂世界 那麼創立一個西方極樂世界 他需要一些條件 就像我們現在創立一個國家 我們需要憲法嘛 對吧 那麼創立西方極樂世界這樣的一個世界 他需要就是願 他要許下願望 而且努力的為這些願去創造條件 在無量壽經裡面就記載阿彌陀佛 當初為這個西方極樂世界 許下了48個大願 所以一般認為西方極樂世界是CP值最高的世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往生的時候 會許願前往西方 以前我在藏人佛教出家嘛 然後我們在修這個超渡法的時候 他就會講東方阿處如來 或者說不動如來的世界呢 雖然條件很好 但很難去 那麼相對的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叫 蓮師蓮花生大事的世界 叫銅色吉祥山 這個地方雖然比較好去 但條件沒那麼好 那麼條件又好 又好去的兩個家在一起 就只有西方極樂世界了 所以就CP值最高 那麼在這個無量壽經裡面呢 就提到了所謂的48願的內容 其中的第18願講什麼呢 阿彌陀佛說 這什麼意思 當初的這一個法杖比丘 他就許願說 未來我成佛的時候 任何人只要真心想要來到我的世界 念我的名號十次 就一定能夠前來 簡單是這樣啦 這段願文有非常非常複雜的 這個佛經可以分析的結構啦 但這個願文喔 他其實就提顯出了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觀念是什麼呢 叫做他立救度 什麼叫他立救度 我就算是個廢物 因為阿彌陀佛就很厲害 白話有時候就是很了不起 所以呢 就算我是個廢物 我僅僅是念誦他的名號 他也能把我救走 這叫做他立救度 他立救度是阿彌陀佛信仰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而且是基於這個第18願而來的 所以談論就把這個他立救度的觀念 跟異行民的觀念結合在一起 無量壽經說 阿彌陀佛的名號 你只要念誦就能前往他的世界 而在異行民也提到了稱名的方法 所以他就把稱名跟往極樂世界合在一起 換句話說就是念誦阿彌陀佛的名號 就能在死後前往極樂世界 是所有修行人最異行 也就是最簡單的方式 這是以一個談論針對 異行民與無量壽經結合的一種再解釋 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阿彌陀佛信仰是來自異行民 但全然不是這樣子 談論在他的著作裡面說 圓佛願立故實念念佛便得往生 得往生故即免三界輪轉之事 什麼意思 就是說因為念誦佛名 我就能夠往生 往生之後我就不再輪回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的關鍵是什麼 圓佛願立 就是佛的願 阿彌陀佛的願 阿彌陀佛許了這個願 所以我只要這麼做就可以前往 有這樣的一個意思 談論在這個時候 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 他透過這一系列理論的演繹 提出了實名念佛的獨特修行方法 以前的所有念佛 就都是要跟觀想念佛有些關係的 可能要想像其他世界 但是談論提出的就是光是念誦 只是用嘴巴念 你就算腦子什麼都想不懂 甚至於你是一個文盲 你完全不知道阿彌陀佛什麼東西 僅僅是念阿彌陀佛 你就能夠前往其他世界 所以你有時候看到一些 就是喜歡推廣淨土法門的這種團體 他們很喜歡分享鸚鵡念阿彌陀佛 那你聽起來就是蠻反制的 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對於這些人來說 稱名念佛本身就夠 這樣的一個意願在裡面 當然他這個稱名念佛 也不是平空而來的 他根據的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論詞 叫世青論詩的往生論 世青論詩的往生論裡面講到 想要往生淨土有五種修行方式 其中一個叫做讚嘆門 他裡面說第二讚嘆門 是稱念近十方 無外光如來名號 所以用口中來讚嘆與念誦的這個方式 就被痰卵解釋為 這就是所謂稱名念佛的根本 只要念用嘴巴念 那麼跟用內心去觀想 它的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透過痰卵的改造 我們知道第一個 他認為念誦阿彌陀佛名號 死後往生極樂世界 是最異語修行的方法 而這個念誦呢 一定會有很多人有爭議啦 那我是只要用嘴巴念誦就好呢 還是我內心也要想像 談卵說不 只要用嘴巴念誦就夠 這個是談卵的重要貢獻 那麼在談卵的重要貢獻之後 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大師 幾乎可以說是這個淨土宗 就是念誦阿彌陀佛信仰的 最重要的一個大師 就是善導 台灣人對善導寺已經特別熟悉了 當然台北人是最熟悉的 因為我們的捷運站裡面 有一站叫善導寺站 善導寺站就是因為他旁邊有一個善導寺 那為什麼叫善導寺呢 因為他們就仰慕善導大師嘛 善導大師是隋代出生的 然後在唐代的時候元寂 隋唐那個很短的時間嘛 七世紀的大師 善導喔 他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據說他會稱名念佛嘛 他念佛的時候呢 嘴巴會噴光 這畫面有點奇怪啦 但總之呢 不論他念多少佛號呢 嘴巴就會放多少光 所以當時的人就稱他叫光明和尚 他過世之後呢 他自己的那個寺院就被高中 賜下了點額 叫做光明寺 這是他的一個知名的一個修行的特色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啦 就是說佛教他還是對於就修行的過程中 這些大師能夠展現出某種神機 對於大家更加信仰 那當然是還是很有幫助 然而善導最重要的貢獻就不是什麼神機 而是他的一些思想特點 他曾經寫過一些著作在解釋 這個阿彌陀佛淨土信仰的 他的阿彌陀佛淨土信仰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 如果你有在聽我們剛剛講的話 你會發現喔 在印度的佛教裡面呢 他提阿彌陀佛 可是他不會把西方這個阿彌陀佛 拉到一個特別高的地方 他會把它放在十方 就是東方有佛 南方有佛 西方北方 然後四個對角嘛 東北西北東南西南 然後上下 十個方位都各自有很多的佛 阿彌陀佛只是這一大堆佛的其中之一 然而從善導大師開始 他把阿彌陀佛的角色 從這所有的佛中提高 高到什麼程度呢 跟釋迦牟尼佛平行 善導在他的勸眾發願三寶記裡面說 金城二尊教廣開淨土門 這什麼意思 一般來說 我們都認為佛教就只有一尊嘛 就是釋迦牟尼佛 然而他提出了二尊 就是阿彌陀佛跟釋迦牟尼佛 一樣重要的觀點 你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小事情 這是一件非常大 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作為 其實他就有一點點在分寧抗禮的意思 有點像是說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說法49年 跟阿彌陀佛的存在所炫耀的教法 他們兩個在天平上是平等的 甚至我們可以說他是在改造佛教 這是善導的第一個重要的貢獻 那第二個重要的貢獻呢 是他的觀點比較傾向於所謂的心外淨土 什麼叫心外淨土 在此之前的所有念佛呢 他是一種比較像是心中淨土的說法 因為這個是佛教的一個核心觀念 印度的這種佛教 他認為淨土就在內心 我透過念佛 我最重要的是先改變我自己的內心 這是重點 可是呢 善導明確的提出了叫做 指方立向的心外淨土說 什麼叫心外淨土說 他就把這件事情想像為一個 我在這個世界死後 然後我會投胎到一個外星球去 他把這個極的世界 真正定義為外星的某一顆星 人類可能發展到某一天 會發現到某一顆星球 完全跟極的世界描述的一模一樣 就在那裡 這是善導的第二個特色 就是心外淨土的觀念 他所倡導心外淨土的理論 或者說觀念 他所核心的一個意念 叫做死齒生餅 就是在這個世界死亡之後 投生到那個世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淨土宗 在善導改造之後呢 非常重視臨終死前的時候念佛 因為死前的時候念佛 就是一個 你即將在這個世界死此 然而你會生於何處 還沒有定數的時候 如果你只是一個凡夫 你只是個凡人 你可能就會死此 然後再次生於此地 可是如果你有信仰 你透過阿弥陀佛的力量 你就能夠死此而生彼 所以就算你是一個大罪人 你這輩子就是個廢物 甚至於你可能是個殺人犯 然而在即將死亡的那個關鍵時刻 你只要念誦十聲阿弥陀佛 你也能夠死此而生彼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誘人 這個是善導對阿弥陀佛信仰 進行的第二個重要的改造 第三個思想特點 個人稱之為善惡對立 可能用的不是很精準 這個善導大師 在淨土法師在裡面 他大量的提到了地獄的痛苦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他把我們所有的這些凡夫 都形容成這個造惡無量的罪人 基本上呢 我們時候就只有兩個去處 要嘛就是去地獄 要嘛就是很幸運去淨土 所以他把佛教輪迴 一般是六道的這種觀念 幾乎可以定調為 就只有兩個去處 所以一方面呢 產生強烈的危機感 一方面呢 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解脫方法 就是單純的死前的稱名念佛 這是第三點 他的思想對於佛教改造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點 所謂的正行雜行 什麼叫正行雜行呢 他把佛教的所有修行方式 歸類為最有效等 效益四等 跟沒啥屁用的 當然白話不是這個意思 但這樣翻譯比較好理解 他所寫的觀經四帖書裡面說 行有二種 一者正行 二者雜行 嚴正行者 專依往生行行者 世民正行 何者是爺 一心專讀誦此 觀經彌陀經 無量壽經等 一心專注思念觀察 意念彼國 二報莊嚴 若禮積一心專禮彼佛 入口稱 及一心專稱彼佛 若讚嘆共揚 及一心專讚嘆共揚 世民為正 簡單來說 所有讓你有助於你往生 極樂世界的修行 那都叫正行 除此之外的全部都叫雜行 所以基本上呢 他就把所有傳統原始佛教 或大神佛教所重視的一宣義方式 全部都判到雜行 如果我今天做這個禪修 跟我想要往生極樂世界 沒啥關係 雜行 我今天布施 不是因為我想要往生極樂世界 而是因為我想要幫助別人 雜行 如果我今天讀經 不是為了想要往生極樂世界 是因為我想要更了解 釋迦摩尼佛說了什麼 不好意思雜行 你所做的所為 只要跟極樂世界沒啥關係 那就是雜行 甚至於在正行裡面 他又分類為所謂的真正的陣型跟住業 真正的陣型 就是念誦阿彌陀佛名號是真正的陣型 那麼其他的一些什麼 禮拜佛陀啊 讚嘆啊 讀經啊 那都被稱之為叫做住業職邦手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種淡黃 然後再次要淡白跟淡殼的一種結構 只有稱名念佛 是淡黃的淡黃 然後呢 你如果只是讀誦觀察 禮拜 讚嘆阿彌陀佛為首的 那些是淡白 除此之外 跟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無關 全部都淡殼 這就是善導對於彌陀信仰的改造 而塑造現在所謂的中國佛教淨土宗 所以到這邊為止呢 你大概就知道 稱名念佛在漢純佛教為什麽這麽流行 然後經過彈鸾跟善導 這兩個大事的一個發展 他就變成了一個比較幾乎 可以說是一種很強烈的信仰 我個人喔 必須分享我的觀點 我對淨土宗的這樣的觀點 基本上是反對的 甚至可以說是很反感 我小時候是在淨土宗的環境中長大的 因為我媽媽是個淨土宗的信仰者 台灣的淨土宗 基本上你聽過的我都接觸過 包括之前的這個淨宏長老 淨宏老和尚的淨土宗 甚至於近年有一些 從日本再引回來的淨土宗 我都接觸過 我個人最不喜歡淨土宗的一點喔 就是說呢 有一些淨土宗甚至更急著他會說什麽 他會說釋迦牟尼佛來到這個世界 49年的所有教導 其實最後就只是為了教導阿彌陀佛 其他都是白講的 有這種意思存在 當然我盡量撇開我個人的這個情緒喜好 然後分享一些思考佛法的一些基本的框架 這個框架有出來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了解一些核心觀念 首先呢思考佛教 你要先有幾個基本的觀念 第一個就是你要有什麽叫金群的觀念 什麽叫金群 就是說如果你突然覺得某一部金 他是最屌的 其他的金都不對 甚至於這個金比其他的金都厲害 你如果有這個觀念的話 那你就已經偏離佛教思考方式了 我們回到一個基本的邏輯 比如說你想想看我們假如說我們是人嘛 假如我今天跟我同一時代的所有大師們 然後我跟他們互動的過程中 你可以從A大師裡面看到我的事蹟 你可以從B大師看到我的事蹟 你可以從C大師的傳記裡面看到我的事蹟 那我大概就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看到的就是 A大師也沒提到我 B大師也沒有提到我 C大師也沒有提到我 可是我自己卻在我的傳記裡面說我最屌 那你就後面人就知道說這個人就不太靠譜 不論是經典 或者說人 他都會受限於他那個時代的群 他一定是一群的 他不會只有一本 所以像這種獨尊彌陀信仰 他就是有點忽略了金群的觀念 你如果回去看印度的當時的所有 跟稱名有關的信仰 他不會把阿彌陀佛單獨拉出來 他會提到所有十方諸佛 稱呼各種佛的名號 是非常常見的一種印度修行 你忽略了這種時代背景 單獨的把阿彌陀佛拉出來 甚至把他拉到跟釋迦牟尼佛同等高 這種就是講白話 就是說經典度太少導致的一種結果 這大家不能怪 坦卵或者散找他們的那個時代 這是時代背景造成的 因為那個時代呢 佛經翻譯的還沒有很完善 那個時候是宮云七世紀嘛 佛教在印度發展到了13世紀 他才停止發展 因為伊斯蘭教跑來了 如果你有看過這些所有的經典的發展背景 你就會比較了解說 彌陀信仰的確很棒 但他絕對不會是釋迦信仰 或者說佛教信仰中最好的那個 甚至於超越其他一切 他是眾多法門中的其中一個 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呢 就是說我們要有文化同溫層的概念 什麼叫文化同溫層 現在很多人在研究漢傳佛教的東西 他會拿這個東西去跟漢傳佛教的 其他文獻做對照 這個本身就有一點欠缺文化同溫層 什麼叫文化同溫層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研究阿彌陀佛信仰 你不應該把阿彌陀佛信仰 跟漢傳佛教 或者說中國這個土地上的 其他的信仰去做比較 你應該拿就是漢語的阿彌陀佛信仰 跟藏語的阿彌陀佛信仰 跟泛語所有的阿彌陀佛信仰 去做對照 因為他們才是同溫層 你把這個東西從印度跟西藏的文化背景拉走 然後讓它跟中國本身去做研究的話 得出的結果就會什麼呢 就這個是中國佛教的特色 你可以說是中國特色信仰 你不能說它是佛教 當然這個很搞笑啦 因為最近就是近幾年我們西面鄰居 一直在推動這個中國特色的宗教 社會主義婚姻之下的宗教 很多人反感這件事情 可是他沒有意識到說 自己的信仰有沒有可能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第二點 那麼第三點呢 就是說對於稱名念佛的信仰本質 不夠理解 就會導致於說 認為念收阿彌陀佛的名號是最了不起的 其實你如果去看 我們剛剛就回到異形品就可以 龍樹菩薩在異形品裡面提出的稱名念佛 不是只有稱阿彌陀佛 他稱十方諸佛名 而稱名會導致的一個很明確的結果 不但異形品這樣講 其他佛經也這樣講 是什麼呢 就消業障 稱佛名消業障是大家的共識 是印度所有佛經的共識 稱佛名得往生不是共識 包括我們之後會提到地藏經裡面 它有一個品 專門在講稱佛名會消業障 而稱佛名與消業障是有因果關係 而稱佛名消業障之後 比較容易往生 這個有因果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人死後去哪裡 受他死前看到的景象的影響 而死前看到的景象 往往跟這個人的業障有關 業障越重看到了就越可怕 業障越輕看到了就越好 所以稱佛名會消業障 而業障消的好的 他死前可能可以看到比較好的景象 而他如果又是一個正常人 看到一個好的景象 比較可能產生一個好的念頭 而因為有這個好的念頭 他比較容易去好的地方 他有這樣層層疊進的因果關係 而這樣子的因果關係 不限於阿彌陀佛這個名字 它是在所有的佛的名號 都有這樣的因果關係 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細節 直接把稱佛名 然後跳過其中所有關節 到德往生 綜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塞在阿彌陀佛的信仰之中 而且講一句更不客氣的 因為不了解這裡面的因果關係 就直接說 啊 因為阿彌陀佛了不起 因為他有這個願 所以做得到 那你會這樣解釋 其實就是因為你不知道怎麼運作的嘛 就很簡單的道理嘛 就好比說我今天不知道這件事怎麼發生的 我就說啊 這是神的奇蹟啊 這個關係是蠻像的 因為他不知道這裡面的層層的因果關係 所以就直接把這件事情推倒為 那是因為阿彌陀佛的願意 那這樣的話呢 就讓佛教的智慧的這種特質 就喪失了 就更加的反制化 佛法的修行啊 它最重視什麼呢 就重視英國 那英國的觀念是佛教的特底 或者說佛教最重視的幾個核心精神之一 不論是藏男佛教啊 印度佛教啊 中國佛教啊 所有宗派都重視這個事情 那我們就對於這裡面的英國關係 要有清楚的理解 這也是為什麼在藏男佛教 他也推廣阿彌陀佛信仰 可是他不會只推廣阿彌陀佛信仰 因為他比較完整地 繼承了印度佛教對於佛經的記載 所以有非常多的佛名 都能夠有效的幫助我們消除業障 當然阿彌陀佛可能是其中 特別好的一個 原因是在於 他的極樂世界很讚 是他的世界很讚 不是他的佛名本身很讚而已 所以如果對這個背景有理解的話呢 我們在看待佛法的時候 就能夠更加的寬容 跟對於背後的脈絡有更加清楚的解釋 那在藏男佛教中 其實更流行的是另外一個很有名的信仰 叫不動如來信仰啦 但這個我們會在之後的影片跟你聊 雖然我很想要接著聊不動如來信仰 可是關於不論是這個 不動如來為首的這種東方信仰啦 或者說超度啦 或者說西方極樂世界的具體情況啊 都不是我下一集要聊的 因為我下一集有一個來自南方的朋友 我覺得他快要等不住了 這個主題很多人在等 就是地藏圖